一群俄国士兵听说战场来了女兵 他们兴奋地冲向对方 女兵们迅速拉起武器 看着姑娘们清秀俊俏的面容 士兵们吞咽着口水 眼睛都看直了 没想到第一次上战场 枪口指向的竟是友军 看着他们的挑衅 女长官冲出来 横横给了男人一拳 他们来着是为了赶走敌人 没空搭理他们 看着女兵们不好惹 士兵们也只好散去 很难相信几个月前 他们还只是一群手无夫妻之力的千金小姐 1917年一战爆发 因为时局动荡 士兵们消极演战 镜前带回的影像 让指挥官勃然大怒 战士们不是在坚守阵地 而是和德军打成一片 他们喝着敌人送来的白兰地 与对方再歌再舞 在德军的弹衣炮弹下 完全失去战斗力 国仇家恨 指挥官不允许任何人放下武器 他必须要让士兵们重振士气 于是决定组织妇女营 战场本该属于男人 可有血性的权斗战死渣场 让女人上阵冲锋 实在羞愧 但也是无奈之举 或许只有这样 才能让男人们醒悟 重新拿起武器 女军官玛里亚临危受命 开始招募新兵 他们当中有富家小姐 有穷苦人家的苦命姑娘 还有将军伯爵的女儿 上前没有给她儿子 将军把自己唯一的孩子送了过来 一个女人因为体胖被当场拒收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胖 而是强壮 她一把将教官推开 捡起地上的铁棍 夭牙 用力 直接将她掰弯 现场一片惊叹 为她鼓掌 这一幕恰巧被长官看到 就这样 她顺利成为长官的副手 姑娘们还需要剪去头发 才算正式加入 但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 可不只是剪去头发这么简单 还要接受严苛的训练 天还没亮 他们就得起床跑步 碰到堵壳的胁迫 也要毫不犹豫冲下去 障碍训练是因为体型原因 路西翻越不了雾板墙 于是她是这样做的 接着他们还要接受 毒气和射击训练 教官并没有因为 他们是女人 而降低训练标准 但仅仅只会这些还不够 得让姑娘们明白 战场是你死我活的残忍 为了锻炼他们的勇气 长官叫出两人 让他们相互挨打 如果不 会被一只打下去 终于她开始反击 在长官的鼓动下 女兵们打成一片 很快他们完成了全部的训练 并通过了考核 在接受完宣誓后 他们将踏上战场 可来到前线才发现 这里竟然没人把守 而且他们距离敌人阵地只有200米 德国士兵抬着白兰地和香肠来到俄军阵地 奇怪的是 这里没有男兵 阵地作战的全是女人 因为有血性的都留在了战场 没有血性的正在和敌人把酒延缓 很明显 这是德军惯用的伎俩 可女兵们不吃这一套 将他们拦下 从两人身上 他们搜到一个小本本 里面记录着俄军的阵地部署 眼看间谍身份被识破 德军趁机逃跑 女兵们赶紧追上去 将两人打倒 杜西拉起刺刀 给他穿个透心凉 另一人则被直接申请 这是杜西第一次杀敌 他很害怕 或者长官哭得像个孩子 德军的奸机没有得逞 于是他们率先发起进攻 朝着俄军阵地投掷毒气弹 女兵赶紧拿出防毒面具 发给大家 可能到自己时 里面却空空如也 他置身于毒物中 渐渐失去力气 永远地倒下了 德军借着物气发起冲锋 在玛丽亚的带领下 姑娘们毫无聚色 顶着枪火冲向敌人 让德军没料到的是 妇女仪比想象的要顽强 他们贴近入伯 毕竟是第一次作战 有些姑娘出现了呕吐 好在 有机枪的压制 敌人被他们击退 灰溜溜地跑了 战斗结束 一旁却已经堆放了 不少战友的尸体 而杜西还没从 刚才的战斗中 回过神来 嘴里不停地练道着 玛丽亚非常生气 骂了他 失去战友 他同样难过 但相比之下 他更担心 敌人的再次进攻 因为刚刚这场战斗 只是得决试探性的袭击 接下来会更加残酷 于是他找到战地长官 还没等他开口 长官就说给他嘉奖 但玛丽亚来的目的 不是要功 而是请求尊援 如果没有人缘不重 妇女因扛不了多久 但现在男人们都已经溃散 长官也只是个空架子 他表示无能为力 指挥不了他们 玛丽亚含着热泪 失望至极 只好离开 可这帮男人将他躲在门口 因为他们厌战 只想回家 而玛丽亚的胜利 让他们距离梦想越来越远 一个男人对他动起了手 这人竟是自己的丈夫 长官听到他的爱好 却懦弱地将耳朵捂住 晚上妇女因点起蜡烛 为自己祷告 与其等待敌人进攻 不如主动出击 玛丽亚率领着女兵 准备夜袭德军 他们匍匐穿过封锁线 而德军这边毫无戒备 还悠闲地吹着口琴 他们绝不会想到 对面这些女兵 竟有如此的胆量和智慧 冲天的火光 伴随着乌拉 他们冲向德军战壕 个个视死如归 纵使有人倒下 但他们的脚步不曾体斜 德军全吓坏了 战斗持续到天亮 他们没有援军 妇女营的所有士兵 在战壕与敌人近战入国 杜西冲在最前面 端着捷克士几枪 使劲突突 敌人被禁术歼灭 军开枪击中一人 与兵赶紧上膛 被敌人的尸体绊倒 德军趁机抢夺武器 准备拔刀截过他 好在教官杀出将他救下 他们浴血奋战整整一夜 最终夺下阵地 虽然赢了 但也是惨神 而战地长官 却听了一夜的枪炮声 内心无比煎熬 身为军人 身为男人 他为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感到羞愧 竟然指挥不了别人 那就独自前往 但被挑适了男主 并告诉他 军官不能上战场 中尉直接给了他一拳 可士兵们却用机枪瞄准长官 这些本事 他们没用在战场 却用在了自己人身上 长官们纷纷撕掉奸章 然后狠狠甩给他 没有这个 他们不再是军官 随后的一名中尉 更是唾弃男人 对他吐了口水 看着长官们如此 男人非常诧异 从他的眼神中 似乎感觉到了羞耻 而德军这边 他们绕到俄军后方 已经渗透过来 一个看守被德军袭击 直接抹了脖子 等女兵反应过来 敌人已经出现在眼前 教官端起机枪 朝着敌人射击 却不幸中弹 倒在战壕 未婚妻试图将他叫醒 但已无济于事 女人起身想要报仇 竟也被击中 两个至亲之人 终将留在了这里 汹涌而来的德军 将妇女营打得节节后撤 女兵拿出手楼弹 准备投向敌人 却被子弹打中 手楼弹也掉在了地上 眼看就要爆炸 一个士兵看向后方 大批战友正在向此处撤退 他没有犹豫 直接扑了上去 玛丽亚不停指挥着大家后撤 却被一颗子弹打中 他们被逼到角落 已经没有退路 德军下定停火 从两边包抄 女兵们端起枪 始终瞄准前方 他们不曾想过放下武器 一根根笔直的枪杆 却显得那么刺眼 比起男兵的懦弱 他们的勇敢值得敬佩 长时间的相处 玛丽亚已经把姑娘们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她含着热泪说道 没得让他们活着 他们相互依偎 和彼此做最后的道别 就在这绝望之际 远处传来了轰隆的脚步声 玛丽亚缓缓回过头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支奔勇而来的军队 正朝这边袭来 这是他们走过了男人们 这一刻 我落泪了 那个战斗民主的魂 又回来了 在女兵的世子抵抗下 这些男人终将醒悟 为了祖国 为了妇女同胞 他们世子如归 将自己永远留在了这里 而这段震撼的场景 也被当时的战地摄影记 记录了下来 保留至今 真正是可恶的 但那些为了保卫祖国 拉起钢枪的女人们 是可敬的 他们受任于败军之际 重命于未滥之间 在度过穷途之际 停身而出 用生命唤醒民族 沉睡的意识